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花莲护国公三山国王庙27号举办收冬季 圆灯祈福祭典三王圣诞千秋活动 而县长徐真卫 花莲市长魏家燕 以及县议员魏家贤等多位贵宾 也一同到场敬拜 祈求三王公护佑花莲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经济繁荣发展 花莲护国公三山国王庙 有云林县大皮乡 国家吉古基大河街三仙庭主庙分零88周年 27号上午盛大举办收冬季 圆灯祈福祭典三山圣诞千秋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三王公的圣诞千秋 那我们配合花莲建筑的一个潜品师农教育 跟我们宗教地理活动的一个配合 所以我们从地产地交到产地到餐桌 我们三项又一项一八项的效益 那在这里面我们都会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尽量办一些地产地销一些活动 而县长徐增卫 花莲市长卫家宴 及县议员卫家贤等多位贵宾 也一同到场成乡祭拜 祈求三山公护佑花莲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经济繁荣发展 今天是这个三王公圣诞千秋 也是我们圣这个我们的三山国王庙 每一年它有春季求祈福 还有夏季秋季冬季 那今天又是我们收冬祈元的活动 圆满的活动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您圣皇主委 因为把一个公庙把它结合一文 那又结合我们地方的政策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一个让很多的传统公庙可以学习的地方 也要特别谢谢军政院县长 在上上个礼拜花了什么 大家知道吗 大声说 大家花了没 花了 好 我要拜托大家 大家花了之后 拿发票 我们后续有延续的一个办理的相关的活动 拿发票到我们三个地点 第一个就铁道园区 第一个就铁道园区 第一个就铁道园区的一个地方 我们做个根路 那还有我们的大雲街不同 那还有远东海货 又发票三百元都可以做一个摩采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能够振兴发展 也希望借由今天我们三王园区的圣诞千秋 刚才也给他许愿了 也希望一切无灾无难 这次活动包含搜冬仇神庆丰收 宗师圣月礼赞 迎神义政除税禁谷盛世 新传武艺秦生 及食农教育永续苏十四集等等 并遵循古礼三县前程 礼敬风调雨顺 和敬平安 隔壇众神菩萨 护佑天下昌生 国泰民安 记者 徐丽晴 花联士报导 我说听话你说 哇